昨天到現在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地震應該是接近了尾聲 氣象局地震中心統計 20號9小時只有3個余震 跟前一天12個相比減少很多 因此認為918台東地震的後續余震 已經接近尾聲 接下來還會有余震 但間隔會拉長 大家可以稍稍鬆口氣 不過其他專家卻有不同看法 台大地質科學系退休教授 陳文山指出 這次地震從中央山脈構造的出路段 一路往北到玉里段 卻停了不尋常 整個地震系列是往北移動 過程裡面我們一個擔憂的事情 是因為北邊這邊玉 這邊過去是極少地震就是了 過去50年來沒有發生過 地震的這種區域 那是不是它會觸動這個區塊的 引發一些比較大的地震就是 除了花東縱谷 根據中央大學 地震災害鏈風險評估 初級管理研究中心 2020年分析 未來50年發震機率 大於3成的運震構造中 花蓮米輪斷層最需要注意 機率達88% 加南地區木基寮六甲斷層 和中周構造 南投的初鄉斷層 宜蘭的南宜蘭構造 機率則在30%到40之間 地震中心主任就表示 一直有在監測 加南地區的地震活動 至於很多人關心 大台北地區的山腳斷層 如果發生大地震 可能造成台北盆地陷落 主任則強調 目前認為百年內 應該都不會錯動 不用過度擔心 TVB圈中的報導